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制作 明天就能完了 小树蛙从厨房拿出一杯醋 将鸡蛋丢进醋中 只见蛋壳边不断地冒出小泡泡 小树蛙边看着杯子 边得意地说 看好咯 明天这个蛋的蛋壳就会变不见 狐狸猫在一旁觉得有趣 说 我也要做 接着便立刻拿着另一个杯子直奔厨房拿醋 打算模仿小树蛙装醋 可是当他加完瓶子内剩下的醋 却发现杯子只装满了三分之一 他想了想 剩下的三分之二容量 就加水来代替吧 两人接着就把杯子放在一旁 洗了洗手 继续吃点心聊天去了 隔天 狐狸猫又来到小树蛙家玩 小树蛙突然想到 弹力蛋应该做好了 别拿起自己昨天放入蛋的杯子一看 只见醋里的鸡蛋已经变得透明 而且外表光滑又Q弹 小树蛙拿出鸡蛋 在桌上弹了几下 开心地玩了起来 狐狸猫看着小树蛙的弹力蛋发问 我昨天就想问你了 是什么原理那么有趣 让蛋壳变不见的啊 小树蛙得意地解释 之前老师有教过 碳酸钙碰到酸会分解 所以把鸡蛋丢到醋里 含有碳酸钙成分的蛋壳 与醋里含有的醋酸反应 蛋壳就会消失咯 狐狸猫一听 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杯子 也想要玩弹力蛋 可是他失望地发现蛋壳还在 只是壳变薄了 而壳上还正在冒着泡泡呢 他问小树蛙 明明我也是把鸡蛋放到醋里面呀 为什么我的蛋壳没有消失呢 小树蛙仔细地看了看狐狸猫的杯子 问 你的醋颜色比较淡 是不是在醋里加了水 狐狸猫说是 小树蛙说 难怪 我的蛋壳消失得比较快 是因为我的醋酸浓度比较高 所以让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比较快 你的醋酸因为浓度比较低 所以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比较慢 狐狸猫疑惑地问说 照你这么说起来 浓度会影响化学反应的速率咯 小树蛙补充说明 对呀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在两间相同大的教室 一间人数有十个人 另一间有五个人 人数多的话就会比较挤 在里面移动时 会是人数多的比较容易互相碰到 相反的 人数少的那间 就不容易互相碰到咯 以粒子的观点来看 高浓度的醋酸 因为氢离子浓度高 所以同样时间里 会有更多离子 会接触到蛋壳上的碳酸钙分子 反应发生几率就会比较高 而加了水稀释的醋酸 因为氢离子浓度低 与蛋壳发生反应的几率 也会比较低 所以反应速率比较慢 狐狸猫听懂了 它突然想到 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 鸡蛋壳的表面积不一样 才让我的蛋壳溶解的速度 变慢了呀 怎么证明浓度真的对化学反应 发生的速率有影响呢 于是小树蛙说 既然没办法确定 两个鸡蛋壳的表面积 那我们再尝试做一个实验 来证明浓度会影响反应速率吧 只见小树蛙拿出 A、B两个一样的锥形瓶 将200毫升浓度为0.1m的盐酸 加入A锥形瓶中 接着将200毫升浓度为1m的盐酸 加入B锥形瓶中 准备好后 依序将A、B两锥形瓶 套上装有相同质量碳酸钠的气球 当碳酸钠和盐酸反应时 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我们可以透过观察 二氧化碳产生的速率 来判断反应速率的快慢 先将A锥形瓶的气球浮直 让碳酸钠粉末落入锥形瓶中 发现A锥形瓶内气泡产生的很缓慢 接着也将B锥形瓶的气球浮直 让碳酸钠粉末落入锥形瓶中 只见B锥形瓶内气泡产生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气球也较快鼓起 小树蛙解释 在刚刚的实验中 两个锥形瓶内碳酸钠的质量都相同 唯一不同的只有两个锥形瓶中的 盐酸浓度 你看 这样就证明了 浓度对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 是有影响的 而且可以发现B瓶的盐酸水溶液浓度较高 气体产生的速率较快 反应速率较快 现在我们来看个练习题吧 做完实验 证明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后 小树蛙突然想到 你还记得我们在氧化还原的碳酸实验中 做的蓝瓶实验吗 牙甲蓝叶的颜色可以利用葡萄糖 让颜色从蓝色变成无色 而且随着葡萄糖溶液的浓度越高 牙甲蓝叶蓝色褪去的越快 狐狸猫回答 记得 还有之前有用线香实验 来检测氧气的助燃性时 把线香放在装有空气的瓶子里 它会慢慢地燃烧 但如果把线香放到装纯氧的瓶子里 它就会非常剧烈 快速地燃烧 小树蛙听了狐狸猫的回应后 觉得狐狸猫真是太棒了 可以把新学到的知识 与旧有经验连接起来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反应物的浓度增加 代表同样体积内的反应物粒子数量增加 浓度增加时 也就是相同体积内 反应物粒子数量增加时 粒子间碰撞的机会也会增加 化学反应速率便会加快 最后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想一想 以往学过的化学反应 还有没有什么是改变浓度 进而影响反应速率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